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终于可以吃到糖胜肉了 我要青春常铸 永远美丽 哇 老喂 什么年代了还要吃脸皮肉 你要青春常铸是吗 你懂你那个朋友啊 白骨精的那个什么狐狸精啊 你看他们的Instagram 人家现在几天吃那个什么 Good Morning紫薯拉麵十八股粮啊 吃到极美啊 哇 这两个死小婆啊 竟然还变成网络红人 诶 储 될 man 哪里有的买那个Good Morning紫薯拉麵十八股粮 你那天去超市街上的时候好像有看到咧 我的女朋友储 될哥也是online买的嘛 我连范麻信嘛是有 走 走 喂 喂 你們沒有解開我就走啊 那X蜘蛛精啊 喂 有沒有人 放你們把走咧 喂 不要給你們怪人啊 你們叫豬八戒來找你啊 阿茲是一位害羞的醫科系大學生 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 因為她每天只對著課本在研究人體 有一天她在馬路上 撞到了體弱多病視力有問題的苦情女阿茲 結果一撞就一見鍾情 阿茲看阿茲行動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所以好奇心驅使之下 便像吃汗一樣尾隨她回家 但阿茲沒有發現自己被跟蹤了 阿茲在阿茲家的窗口默默的看著阿茲 發現阿茲有眼睛又體弱多病 心理產生了同情心 其實根本就是硬了 阿茲就讀一科系 知道紫薯和藍莓對視力有幫助 所以便到市場買了紫薯和藍莓 偷偷放在阿茲家的窗口 結果不小心被阿茲發現了 於是靈機一動的阿茲突然學貓叫 讓阿茲以為自己是貓 沒想到阿茲還真的以為貓送東西給他吃 結果就收下了 真的是只有智障才寫得出這種劇情啊 於是阿茲接下來的每一天 都到阿茲家的窗口偷窺 阿不對視窺探他的生活 而且還每天買了紫薯和藍莓 放在窗口給阿茲 兩人也每天在窗邊用貓語交談 仿佛人獸教阿不對視人貓戀 阿茲日復一日的在窗口 看著阿茲的生活點點滴滴 陪伴著他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 甚至看他換衣服阿不對是燙衣服 就這樣半年過去了 有一天阿茲在窗口突然發現 今天的阿茲有點不對勁 好像能看清楚東西一樣 喵 喵 哈嘍 我是演祥 那麼今天呢 我們也繼續我們的這個交流會啦 我不敢說就是我教你們啦 就是好像我們朋友之間 我們談東西 就是我給你我的想法 然後你也可以給我你的想法 你只需要在這個comment 這個這個這個column 那邊comment 你要講的東西 我回去看的 那麼今天你可以看得出 這個環境喔 不同了喔 就比較空曠 比較寬闊 這個就好像 不再是這樣子 像教書的方式了 那就很悶 現在我們好像比較寬闊 比較好聊天 那麼今天呢 我們的主題是這個 享受人生 這個享受人生 這四個字對不對 這個第二個字的受 你有沒有覺得很 很就是錯別字這樣子 其實不是錯別字 是我故意把這個受呢 換去這個很瘦的受 通常的受是受不了受 我今天把它換成很瘦很肥的那個受 那麼這個受我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相信你們應該是大概也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我會把這個受特意的換掉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呢 多多少少會就是有聯系到這個 要如何在你的生命中呢 保持這個不肥也不是很瘦的身材 就是剛剛好就是 總之沒有人會喜歡肥肥的身材 也沒有人喜歡這種圓圓啊 胖胖啊 通常人的這個 身材的理想型啊 通常都是不是slim啊 就是fit嘛 不會有人就是我要fet 沒有樣子的嘛 因為大家要好看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給你們一點小小的意見啊 看你們今天能夠學到什麼 你們就學 然後希望在你們的這個 生活的這個旅程中可以學到 就是我過後會分享給你們的東西 那麼我們今天呢 要先了解就是這個享受人生 我們必須要從我們的生活作息做出改變 而不是講我要slim 我就做一些不理想 或者不現實不實際的這種方法來去slim 這其實是不對的 那麼我們呢 講到slim 我們就想我們就先想我們這個熱場的作息 那麼馬來西亞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國家可以說就是美食的天堂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就是吃馬來西亞的美食 就連外國的這種朋友啊 他們也會對我們馬來西亞的 就是來過馬來西亞的外國朋友 會對我們的食物是念念不忘的 雖然如此啊 可是雖然我們是這個美食天堂 可是比較遺憾的一點就是我們馬來西亞的肥胖率 就是國民肥胖率 是比較偏高的 尤其是在我們亞洲東南亞 我們馬來西亞的這個肥胖率是一個比較高的國家 你可以想像你多久沒有做運動了 然後你多 你就是有多長吃這種高油脂 就是高這種油的食物 你可以就是兩個一起想 你做運動做多少 來消耗這個你吃的卡路里 所以呢我們馬來西亞 你其實啊 你在街上走走啊 你大概都可以看到 五個啊 有兩三個都是比較肥胖的人來的 這種不良的飲食習慣 還有這種不良的生活作息 就像沒有運動啊 或者是 一直坐住啊 一直躺住 這種人呢 他會比較容易胖 雖然說就是我們這個行管令呢 政府不給我們出去做運動 那個是比較之前的事啦 現在比較寬一點了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就是 比較寬鬆一點 就是在外面跑步啊 可是一些的這種群聚運動 像是這種籃球這種還是不可以 可是也不可以給自己借口 就是說你看政府他不給我們做運動哦 所以我哪裡有這個場地來做運動 其實你也可以在家做一些運動 也是可以消耗脂肪的 如果我們吃了這種食物呢 高卡路里 你又不去消耗這些食物中的卡路里 你就自然會自然會胖啦 尤其是這種高脂肪的食物 如果這件事情長久下來 一直這樣一直這樣 好像來個三五年啊 那你的生活作息就是 多次少運動 多次少少動啦 然後你又一直躺住 一直坐住 就是一種非常不好的生活習慣 一直坐在這個電腦前面啊 還是坐在這個電視機前面 躺住 拿著操作這樣子看那邊吃 所以你不胖肉甲啦 而且你還吃這種比較高脂肪 高卡路里的食物 所以呢 長久下來呢 這些的這種 壞習慣 它不是一夜之間就會造成一些疾病 它 在這種 時間的累積之下 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你就會得到一些慢性疾病啊 這個慢性疾病啊 它其實就是 所謂的非傳染式疾病 它其實不會通過這個 細菌啊 或者是這個病毒來去傳染 好像我跟你 我會傳染給你 這樣不會的 它其實是因為你的生活作息不好 才會導致你有這些疾病 像什麼疾病呢 像是這個 糖尿病 三高也好 或者是這個癌症 或者是這個心臟病 這幾種疾病呢 它其實是透過這個 一個人的生活習慣不良不好 你就自然會就是有這種疾病 而且這種疾病不是一兩天就形成的 它會持續慢慢漸漸的這個時間 它不告訴你 突然爆發了你才知道 所以我們的這個生活作息 生活習慣要非常的好 等下我會再告訴你 應該要怎麼做 來維持這個瘦的身材 加上這個比較健康的生活作息 那麼脂肪的來源有很多種 就是我之前的video 我有說過 三大營養素的其中一種叫脂肪 還有兩個是碳水化合物 還有這個蛋白質 它其實呢這個 脂肪的來源我也是說過 就是其中一種來源呢 就是通過我們吃的食油而來的 像是我們大馬人 尤其是吃早餐 我們通常會吃什麼 像是這個椰漿飯啊 炒果條啊 咖哩麵啊 這些都是很高油的食品來的 如果長期攝取這種比較 營養價值比較小的食物啦 我們的這個 脂肪 因為它的這個食物呢 有很多的脂肪 我們會漸漸的胖起來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子吃 持續一段時間 又不做運動 又不消耗卡路里的話 我們自然就會胖起來啦 當然除了 就是除了我們吃這種高脂肪食品之外 如果我們 攝取太多的這一種 精製穀物 什麼精製穀物 例如這種麵粉啊 白飯啊 或者是這個 白麵包也好 這種如果我們攝取太多的話 我們又不拿來用 它也會成為 在我們的身體呢 會儲存成為脂肪 因為這些精製穀物呢 它其實在做的時候 就是製作這些精製穀物的過程中啊 它其實有這個95%的這個營養成分 像是這一種 蛋白質啊 纖維啊 維他命啊 礦物質啊 在這個 這些養分 通常都是在這個 配牙還有這個外層 它通常會去除掉 因為這是精製穀物的這個製作過程來的 所以剩下什麼 只剩下這個高澱粉 又低蛋白質的這個 這個成分啊 還有低纖維 因為所有的這些營養呢 都已經把它給去除了 所以你聽到像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不要就是嚇到 哎呀 白飯又不好 咖哩 咖哩麵又不好 什麼又不好 什麼又不好就不要吃 其實呢 要想要享受人生呢 有秘訣的 在那個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個概念啊 這個概念就是我們瘦身的話啊 我們要瘦的健康 我們不是為了瘦身呢 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不顧一切 好像你 太過的消極 太過的 太過的這個 極端的想要去減肥 然後你做一些一連串 這種對你的健康不好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 不對的想法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就是減肥瘦身要瘦的健康 例如啊 例如啦 只是只是一個假設一個人 有一個人如果他要就是想要瘦身 他真的很想要瘦 因為他一直給消肥 他下定決心要去瘦 然後他不吃不喝 他真的是不吃不喝 他一厘米的胃要碰 可能水最多就給他一天喝一杯 他就是長期這樣子 維持一兩個月這樣子啊 這其實可能你會看到他真的是有一點效果 就是哇他他持續這兩個月 他真的瘦了哦 瘦多少 瘦啊瘦個兩公斤啊 在兩個月瘦個兩公斤 哇他的減肥方法 如果你是外人啊 你不懂這種營養知識的人 就會說哇 我要像他一樣 因為我看到效果 所以我要跟他 這個其實呢 是比較不對的想法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瘦身要瘦得健康 像他這種的瘦身方式 就是完全節食 就是不要吃東西 這種瘦身方式不太對 這是因為 如果你瘦身 你 你不吃這些東西 你不吃任何的食物 這些食物的養分 像是礦物質啊 minerals啊 蛋白質也好啊 維他命啊等等的這種養分 纖維啊 你不吃的話 你 就是說你兩個月 一個月你沒有攝取到足夠的這種養分呢 其實你的身體會越來越虛弱的 所以我們瘦身要瘦得健康 不可以就是因為說 我要瘦身 我什麼都不吃 我要怎樣怎樣 就是比較消極 比較不對的想法 這個其實是一個得不償失的這個想法來的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累壞 已經是餓壞了 他的養分 你一直沒有給他 這個呢 就比較我不鼓勵啊 除此之外 就是剛剛我說的 很虛弱那個人 這個是不健康的減肥方式啦 第一個就是很虛弱 我剛剛給了例子 第二個就是他會反彈 這樣子什麼是反彈很快呢 反彈很快 OK我先說 我周遭我真實的一些故事 這種朋友的故事啦 然後 我相信大家有聽過就是 明示法可以拿來減肥 像是這些dash diet啊 或者是mediterranean diet啊 這種ok 這種就是減肥 他相信這種方法 所以他就去 他們就是有去實行這種 這個飲食法啦 可是有一個這個飲食法 我不要說的名字啦 你們聰明 你們想一下咯 就是這個飲食法咧 我的有一個朋友 他聽到這個飲食法 這個減肥的這個效果非常好 所以他就去嘗試的 就是去實行個兩三個月 做這個飲食法來去減肥啦 然後 因為他聽到就是很多人說 這個效果非常好 所以他決定去試 ok咯 我也沒有辦法 他也不要聽我的 他就去嘗試一下做這個飲食法 結果 一兩個月後 我一看到他 他真的瘦很多 我沒有騙你 是真的瘦很多 ok 瘦很多 他就向我炫耀喔 你看 我 我 跟了這飲食法 你看我的這個體重 降了這樣多公斤 所以 他也 因為他已經對他的這個 現在暫時這個身材很滿意了 他之前是真的滿肥一下的 現在他滿意了他的身材了 然後他決定就是不要跟這個 Diet了 因為 他的目的達成了嗎 他就已經瘦了嗎 所以 他就回去他以前的生活方式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生活了 總之他回去了 他不再跟那個Diet plan 就是這個飲食 飲食方式了 他就用他以前的方法 結果 我不懂 不 就是用了多少時間呢 直接飛回來 直接反彈回來 就是他以前本來是 呃 本來是微胖啊 然後變成可能瘦 直接變成很胖很胖去 所以 這個飲食 呃 這個減肥方式 我們要用正確的減肥方式 我們要用這個健康的減肥方式 我們不要就是 為了達成一個目的 而去就是去虐待你的身體啊 或者是用錯的減肥方式 所以 如果你用錯減肥方式 你可能會虛弱 你可能會反彈很厲害 即使你當 當時前一兩個月看到效果真的是瘦了 過後 你很難講咯 你可能 肥回來哦 所以我的那個朋友的減肥經歷就是這樣子 從一個 XL 變成一個L 突然又變成XXL 這就是他的減肥方式啊 那麼如果我們要正確的減肥 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減肥的這個正確的基礎知識 基礎的概念 這樣子你才不會用錯的方式來去減肥 你減肥一定要減的健康 像我剛剛說的啦 所以呢 我們要先了解這個到底什麼是這個能量平衡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這個能量平衡呢 英文叫做Energy Balance 這個能量平衡意思就是這個能量的輸出和這個輸入的比例 什麼是能量輸出 我們可以看這個下面這邊這個圖 能量輸出它就是這個Energy Output 這個能量輸入就是Energy Input 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能量輸出我們就是把這個我們身體的這種能量給 給用出來 然後能量輸入呢 就是我們從外面 把這個能量給攝取進來我們的身體 我不記得大家就是有沒有印象這個我們小學曾經有學過的這個課程 叫做能源 這個能源教什麼 我大概給你們recap一下 就是說 好像 燈有什麼能 你就要寫燈有光能啊 有熱能啊 有動能啊 這一種之類的 雖然燈沒有動能 我只是給個例子 那麼 食物到底是什麼能 食物能 其實你們記得嗎 它的答案就是化學能 它其實就是我們身體需要的這個能量 這個這個食物呢 它會把它的那個能量給就是給我們的身體給吸收掉 作為這個能量的輸入 所以呢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個卡路里這個字 什麼是卡路里到底 它其實是這個能量的單位來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這個天平 這個天平呢一個是輸出一個輸入啦 我剛剛說了 輸入 你看它是食物 就很像你吃食物卡路里呢 這些食物的能量就會給我們吸收這個叫能量的輸入 就是說你吃東西你有能量啦 那麼另一邊的這個天平呢 是能量的輸出就是這個output 什麼是能量的輸出 就是你這個身體需要用來做活動的這個能量 然後你可以看得出這個能量的輸出它有三種 第一個是這個這個基礎代謝 然後還有這個體力活動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食物的熱效 那麼這三個 它其實都是會消耗我們的能量的 第一個就是啊 我們先說簡單的就是這個體力活動 體力活動就是你要做的運動啊 你做家務 你洗衣 你麻痹 你讀書也好 你打籃球 你做運動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能量輸出 就是會消耗你的能量 消耗你的這個卡路里 那麼可能沒有 有人沒有聽過什麼叫做基礎代謝 還有這個食物的熱效 基礎代謝呢 它其實是這個我們生命的過程啊 其實我們需要這個能量來維持我們的身體 能夠正常的運作 像是什麼 像是我們身體內的器官的運作啊 這種等等之類的都是用來這個基礎代謝 那麼食物的熱效是什麼呢 食物的熱效它是這個 你進食你吃東西就是你進食啊 你進那個食物進你嘴巴叫進食 所引起的能量消耗 就是你吃東西其實也要能量的嘛 你吃的話 你的身體要去消化 消化那個那個食物啊 你還要吸收那個食物啊 這整個的消化過程啊 從嘴巴到你的腸胃啊 這全部呢 其實也是需要能量的 所以呢 它也算是一個其中一個能量的輸出 這就是能量的輸入和能量的輸出 那麼呢 我們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能量的輸入和能量的輸出 一定要有達成一個正確的比例 那麼我們看下一個就是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呢 你可以看到有三個三個天平 第一個天平呢 就是如果你能量的輸入多過能量的輸出 你體重就會增加 第二個就是能量的輸入和能量的輸出 差不多一樣 就是沒有差到很遠啊 它的體重就會這個保持起來 那麼最後一個就是這個體重的 這個能量的輸出 多過這個能量的輸入 你的體重就會減少 我們把這個整個的概念 這個整個的point 把它串進來我們這個要減肥的這個 這個目的啊 我們如果要減肥 我們不可能會要做第一個事情 那個是越做越肥的嘛 第二個跟第三個 這兩個你就應該focus 尤其是第三 如果你真的想要減肥 健康的減肥 而不是那一種很消極的方式啊 他很不顧一切很不負責任的方式來去減肥 所以呢 簡單來說想要受神就是能量的輸出 要多過能量的輸入 那麼你們聽了那麼多的這個theory 我們就講一些現實了啦 我相信也不是很多人喜歡聽theory 就是說這個 這個整套理論要怎樣去 apply進你的生活咧 好首先就是這個 增加這個運動的次數 增加運動的這個時間 還有增加這個運動的強度 我個人推薦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有氧運動 就是aerobic exercise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其實可以就是我們盡量的多走動 因為走動可以消耗卡路里 所以呢我們就是能夠不要做交通工具 或者是做好像電梯這種 你能走路跑路就用走的方式 你不要就是很懶啊一樓到二樓坐一個電梯這樣上去 這其實好你又可以省你的這個電源 這個地球的電源 然後你又可以消耗你的卡路里 或者是說呢有一些朋友他真的不喜歡跑步 像我有幾個朋友他們覺得跑步很無聊 他們喜歡做運動 那麼也是可以你做運動的次數呢 你可以一個星期做兩次 然後大概一次呢保持這個30分鐘 就是我們最好要有一個星期有運動到兩次這樣的 至少因為做運動呢 他可以就是保持我們完美的這個身材好看啊 又可以保持我們身體結構 還可以就是增加能量的輸出 記得有沒有能量的輸出就是energy output 你就是要把這種卡路里給燒掉 好這個就是第一個方法啦就是我們要增加這個能量的輸出 第二個我們要限制能量的輸入 什麼是限制就是大家不是很喜歡聽的 就是限制這個額外的卡路里的輸入 額外哦我不是講不要哦 因為你我們身體還是需要卡路里來做這種 像我剛剛說的好像我們食物的熱效啊 或者是這個基礎代謝我們都需要卡這種能量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完全不要這個卡路里 相反呢我們要做的東西呢就是把額外就是 extra多出來的這種卡路里給限制 不要給它進我們的身體 這是第二個方法 那麼你會說 怎樣限制這個卡路里的輸入呢 OK首先我要說有兩種食品 通常我們可以分類為第一個就是營養密集型食品 第二個就是這個能量密集型食品 第一個的意思是nutrient dense food 就是比較多的營養比較少的能量 第二種呢叫做calorie dense food 或者叫energy dense food 就是說能量比較多這個營養成分比較少 這個就是這兩個的差別 那麼這兩者呢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應該選擇這個營養密集型的 減少這個使用或者去吃這個能量密集型的食品 什麼意思換來我們現實生活 我們應該多吃蔬菜水果 然後少吃這種能量高的 像是這種甜甜圈啊蛋糕啊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限制能量輸入的方法 這個烹飪的方式也是很重要 我們要使用這個比較健康的烹飪方式 來去烹飪我們的食物 例如呢我們可以用這個蒸的方式啊 悶的方式啊 來去避免攝取這種過量的油 當然我們應該就是要學會挑取這個食物 怎麼說呢就好像這種 這種減這種有些食物 減少喝這種食物的質啊 尤其是肉類 因為他們肉類也是這種有隱藏脂肪在裡面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減少就是放這個多 你煮的時候多 就是減少放這種油啊鹽在裡面啊 而這種炒啊炸的這種方式啊 我們也可以盡量避免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種烹飪方式都很需要油 我們身體如果長期吃這種食品呢 會攝取這種額外的油啊 這種油會轉化能量變成卡路里哦 你就會肥哦就是這樣 哎你也不要說就是這個石油完全是不好的 因為有些石油呢它也算是健康的石油 像是這種葵花籽油啊或者是這個橄欖油啊 或者你有吃魚油的習慣啊 這種也算是比較好的油分啊 當然也不要攝取過量 然後你烹飪這些油的方式也是很重要 不要就是烹飪方式錯的話 你就會把這種有害的物質也吃進身體 所以我們不要我們就是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用正確的方式來去烹飪你的食物 明以食為天 那麼我們人呢尤其是我們亞洲人 我們很常就是吃這種古物 例如這種麵啊飯啊 我們三餐基本上兩餐都是吃這種東西 所以選擇古物的這個學問也是很重要 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們其實呢三餐呢 盡量啊盡量可能有些朋友做不到 我們就盡量啊這些食物就是古物呢 我們盡量選擇這種全古良的 選這種whole grains的不要選這種refined grains 就是精致古物像我剛剛講的 好像白飯啊這種白麵包 相反呢我們可以選這種全古物的食品 它會比較健康一點 那麼全古物是什麼 全古物呢它其實就是這個完整的古物 它會提供我們人體100%的營養 就是說那種精致的古物像白飯啊 其實把那種營養給去掉了 如果是這種糙米糙米啊 它這種的養分它其實會還保留在裡面 例如什麼營養呢像是有些的這種纖維啊 蛋白質啊還是這種Vitamin還有這個礦物質 這一些呢都在這種燥米的裡面 或者是全麥麵包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可以選擇全古的食物 像是全麥麵包 燥米等等之類的 除此之外呢當然如果你嫌麻煩的話 你其實就是不想準備那麼多種全古物的食品啊 你其實也可以選擇我們good morning的產品啦 因為我們的這個產品它全部都是由這個 18古糧就是全古物 可以提供你全面的古物營養啊 來代替你的三餐就是這種麵啊飯啊 可以搭配這種菜肴一起來享用 這種全古物的這個纖維它會給我們這個飽足感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的餓 而裡面的這個全古物裡面有Vitamin B 就是維生素B群 它其實呢可以提高我們人體的這個新陳代謝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效率 那麼吃的方法怎樣呢 我們其實不要吃到十分飽薑啦 我們就是留一點肚子給一些空間 吃個氣氛飽就好了 就是不要吃到很飽很飽吃到氣氛飽就夠了 如果你control不到你自己 你其實也可以用這個少量多餐 你就是啊你多你把你的份量給變成多多份 然後你可以啊早餐吃一次啊 茶點吃一次午餐吃一次就是把分開 這個呢也是有助於就是幫你控制你的這個 Potion Size 那麼以上呢就是這個所謂的減肥攻略啦 我們不應該就是用這個追求效果快的方式而去減肥 我們要保持這個理念就是 減肥瘦身要瘦的健康而不是瘦的快 你可能會看到那種效果啊就是比較不切實際的方法就是 比較消極的方法比較錯誤的方法去減肥瘦身你看到他瘦的很快 可是呢他這個有可能就會這個傷害到你的身體 所以呢你要記得 陪到你最後呢就是你的這個這副身體 如果你不好好的去保養他去照顧他 你給他亂亂瘦身啊你給他亂來又不沒有足夠的營養 這樣子這種方法下去 可能你長安就是你年老後會更容易生病 所以呢減肥四個字要減的這個健康要瘦的健康 那麼我今天呢再給你們三個tips就是小小提示 就是你在這個減肥的路上呢可以就是避免走這種路 第一呢就是我相信很多年輕人喜歡的就是這個汽水叫做碳酸飲料 這個碳酸飲料我相信大多數的小朋友啊或者是這個這個青年啊 青少年都不會去抗拒這個飲料的因為好喝嘛就是這樣我以前也是喜歡喝啊 然後我們應該把這個碳酸飲料給代替掉用什麼代替呢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應該用白水擺開水來代替這種碳酸飲料 那麼現在的碳酸飲料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長都在搖頭啊或者是很多的長輩 所以他們看到現在的這個碳酸飲料這個汽水有黑的紅的青的橙的 什麼顏色都有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呢就是用白開水來代替啦 因為這個一一杯的碳酸飲料啊它的卡路里大概有150到200之間就是 可能會更多我也不清楚我大概所了解的就是這個這個Srange啦 這個Range 150到200大概會像是一碗白飯那麼多的熱量 所以呢你不要小看就是這個這個這個汽水它其實是非常高卡路里的 那麼有些人就會可能會問這樣子白水難道沒有卡路里嗎我 你不知道我的體質嗎我喝了這個白開水呢我就會增肥了 我是有聽過這樣的我呼吸了我呼吸一下我都會增肥 我的我就是這樣子啊那麼我告訴你白開水跟這個碳酸飲料 這個兩個的卡路里的差距是多少剛剛我說這個碳酸飲料大概一杯有150到200大卡 就是這個卡路里的這個這個計算單位那麼你猜水白開水的卡路里是多少嗎 答案是白開水沒有卡路里啊可以放心的喝那麼第二個方法呢就是這個 這個喜歡喝果汁的朋友可以用這個完整的水果來代替果汁 我們就是不要喝不要盡量不要去喝這種這種水果這種果汁 因為呢它可能那個卡路里的那個卡路里的成分的那個那個 總量會比普通的水果高怎麼說因為呢很多的這種果汁 它其實不需要好假設說我們用橙子我們要打一個橙子 橙子你不可能只是用用一個就是一粒橙子打出這樣的果汁 你可能嫌那個味道不夠呢你會就是加兩三個橙子 三個橙子這樣擠在一起才有一份果汁 加上有些朋友或者是有些小販他們就是覺得兩三三粒 這個橙子的這個糖這個甜度不夠又加白糖 所以呢看直播的朋友就是不要盡量不要喝果汁啦能夠選擇 就是選擇真正的水果你想你想橙去吃橙子你想西瓜去吃西瓜 你不要就是叫一個蘋果汁橙子在那邊 然後呢這種果汁跟水果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水果呢它有比較高的膳食纖維 果汁它的膳食纖維量非常少 為什麼因為你把它擠 你擠的時候你的擠出來的東西就是那個水果的汁而不是纖維 相反你吃這種水果呢你連水果的那種纖維啊也吃了進去 所以相比起來吃水果比喝這種果汁還要好 最後一個tips就是提前準備好你的蔬菜水果 什麼意思呢這個其實這個是要關係到一個case的 就是很多的朋友他們嘴巴癢就會去找東西吃了 尤其是像這個啊這個啊這個啊這一種食品啊非常高的卡路里 非常高的這個這種熱量 除此之外這些的零食就是這種 殘嘴的小食物他們的油份鹽份啊糖分都會比較高 那麼嘴殘的朋友要怎麼辦 其實你要提前準備做一個功夫 就是你一定要在這個你嘴殘之前準備好這種水果蔬菜 怎麼說切片的水果像蘋果啊橙子啊或者是胡蘿蔔啊 黃瓜等等的或者是鳳梨這種蔬菜水果 你把它切片好放進冰箱 當你嘴殘的時候你就可以拿來吃這個 那這些我們都叫他健康小吃 這些食品呢不但營養這個營養價值高 而且呢它的熱量還低 所以它可以幫你 額外的限制了你這個卡路里額外的輸入 總而言之在減肥的路上一定要瘦的健康 而不是瘦的快 如果你就是要瘦的快的話有可能就是比較不正確的方式 它會那個嚴重的副作用啊後果啊 還嚴重過你要的成果就是你瘦身 可能你生病還就是得不偿失 還有記得攝取足夠的營養素 像是這種蔬菜啊水果啊 這種營養素呢在你減肥的路上也是缺一不可的 還有多睡眠多喝水蔬菜水果多吃一點 少吃這種油份高鹽份高糖分高的食品 卡路里高的也避免 還有呢就是不要吃這種精緻的這種炭水化合物 最後最後一點就是記得做運動 有氧运動跑步也好打野球也好 這些呢可以幫助你燃燒你體內的卡路里 有個好康要介紹你啦就是這個P protein 18 grains 它裡面呢有足夠的養分能夠在你減肥的路上 支持你這個身體的健康 記得你減肥的時候要有足夠的養分 而不是額外太多的這種卡路里 你一定要有這種足夠的維生素啊 minerals啊等等蛋白質來幫助你減肥 想要購買的 直接去我們的good morning的官方網站 你看這張圖就夠了吧 不用我說太多 哦還有就是我們的good morning呢 還有舉辦這個這個體重管理的比賽啦 有興趣的朋友趕快去參加 因為這個比賽的這個樂期 這個報到樂期要結束了 所以趁早要快 有9000塊的這個獎金和禮物 所以不要錯過啦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吧 拜拜